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名叫洪博义 我在雪州班店 关城 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都二十三四年了 当前那时候也是 事到不是很好 找不到工 所以我说 why not? 然后我们孩子就是来进来 就是帮帮 所谓的家族生意就是 生意跟家族 mixed up 一起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一个很 clear 的 line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乱 should I get a salary or not? 那时候一定要做 因为我们做的 我们现在这个 planning 不是为了今天明天 而是为了将来 3 4 5 years 的做出一个改变 你不做第一 step 你完全 complete 到第二 step 我就身为 我算是一个第二代 跟第一代的冲突肯定有 父母亲呢 他不是反对我们的做法 而是他不明白 所以他也为了要保护我们 所以他还讲说 no 行不通 你这边已经做得很好了 为什么还弄得那么辛苦 我们一定要跟我们的父母亲不同 就是不妨听听一下 听听一下一些老人家的意见 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 我以前就是定 我们说对不对 是我的对 其实我们不完全对 请问问 我觉得我们年轻第二代就是有一点好胜 我们不听 其实 it's not wrong 就是听一下 就给他们一个小小的 assurance 就是说爸爸 你给我一个小小的机会 我做一下 如果不能做 我听你的 如果做得成的话 你请我吃饭 这样简单就好 从这个一小步 你开始 你证明给他看 你是能的 没有父母亲不支持自己的儿子 只是看我们如何去跟他沟通 跟他表达 我们费了过后 我们如何去 improve 改变 还是我们就一费了就是站不起来 you love your parents just do it because you love them and you want a better change for the company for the family business 这个是很重要 有时我们男人十分的 ego 我觉得 偶尔一两次需要把 ego 拿下来 you know it's not that difficult to say sorry 讲一些道歉 对不起 doesn't cost you much but it takes a courage you know to admit that you make a mistake 当我们坐下来冷静的时候 你发觉到说 你跟他的出发点是一样的 他讲的 互方你聆听一下 有时如果是他对的话 他一定是对的 退不海过天空 这是对的 在我们处理方式 对待顾客方面 处理office里面的一些事情的话 都尽量为大家一个着想 as i said it doesn't cost you much to say sorry but the sorry that you say makes a lot of difference to your people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每天都是win 偶尔输一两次 不然啊 你没输什么 你是输了一点面子 可是输了面子过后 你还迎来大家的一个肯定的赞同 你就win了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collaboration 所谓的collaboration就是说 大家一起合作去赚钱 有一点说是well sharing 不然你是大中小 你的range 你的product range 你的service capacity 你的service territory 是有限的 我们也不可能满足全部顾客的需要 我们在这一行业的年轻人 和我们现在的这些operator 我们一定要坐下来 大家一起合作 大家是做五金这一行的一个 有一个配合 有一个公式 除了我们的product services 可以crossover 我们的顾客也可以crossover 只是可以做简单的介绍 我们可以介绍给我们的一个朋友 也是做这一行的 做一个好的介绍 让他也有的赚到钱 同样的以上往来 be and take 很多顾客都会来我班里这边开心 然后这些全部都是由我认识的五金店老板 这些诈币啊 介绍给我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crossover 我们一定要喝群 如果我们不喝 喝座的话 我们是 淋不到我们的顾客的心思 舍得 要有舍 才会有得 而不是先得才有舍哦 舍在前面哦 得在后面哦 哈哈哈哈